明星期字幕 李宗盛 《啟動詞》《啟動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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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大家來到第十五屆《先浪潮》 《啟動詞》《啟動詞》 《啟動詞》 很開心今天請到兩位導演 分別是《飛雨火》導演何嘉琪 以及這一段《戀情不再有痕跡》 珠海瑩导演 欢迎两位 首先简单介绍一下 这两条短片分别是 《红组耳米花生》 拿了第十三届仙浪潮大奖 《野小子》 即珈其仙浪潮的短片 拿了第十四届仙浪潮大奖 两位拿了仙浪潮大奖 可以得到一个预算 再拍这次开幕的短片 首先想和两位了解 这两条短片分别是 你们为什么会有创作的意念 要不我先问珈其 我知道前面有留意你的短片 看到有一条很久之前 《飞与飞》在台湾拍的 另一条是香港电堂新导演的放映室 《飞与林明》 这次我觉得是否叫做《飞》的三部曲 就是《飞与火》 我记得好像是 《第十八届》 《飞与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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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兩界先浪潮的東西 但是我會覺得可能社會氣氛會令整個氛圍 某程度上有點相似 就像你的片《She leaves 》那樣 我會覺得整個氣氛就是香港可能很多人會離開 故事裏面也說女主角的父母推薦她去台灣 然後珈其那一條就會覺得 好像建構在一個已經是頹化 一個敗壞了世界的氣氛 然後我又覺得這兩條短片都涉及了一些禁忌愛情 一個可能是兄妹 雖然我出credit才知道 你可以再補充一下 另一條就是關於婚愛情 我想問一下這兩位分別 你們選擇的禁忌愛情這個元素 其實是有沒有一些特別的原因呢? 或者珈其你先說吧 可能大家看到出credit才會知道他們是兄妹 甚至乎出credit都可以只是剛好名字 他們好像的兩個人 那時候長片裏面 那個長的劇本其實都沒有 大家會馬上知道他們是兄妹的 因為有一段前半段他們小朋友的時候 會明白他們是兄妹的 但是短片的時候有想過 我需要不需要很刻意去說他們是兄妹這件事 那有寫過一些長刺下去 是令到大家一定會一秒就知道他們是兄妹的 但是後來我們也都一秒之後就覺得誤誤了 然後因為覺得那些東西很貴涼 而且那個不是重點 我覺得這個亂論或者是這個兄妹的戀愛 所以在那個長的故事裏面也都不是需要說的重點 這個劇長的故事也都不會 從來不會有人告訴他們 這樣是不行的 他們從來也都不會知道這樣是不行的 對於他們兩個來講 這件就是一件很純其自然發生的事 因為正如你所說 在我這麼敗壞這麼頹廢的世界裏面 其實他們兩個人這個不倫之戀 其實有什麼大不了呢? 所以其實那件事都不是去批判或者是去評論 這個兄妹戀這件事 這類故事的核心都不是這件事 所以就沒有去斟酌說 這個劇長短片裏面我們一定要說到這件事 而反而真的這兩個人 其實我想他們本身一個是消防員一個 本身喜歡放火 那個關係其實已經很奇怪了 我會覺得 所以這件事反而是想表演出來的核心 有時候我都覺得平時寫劇本 其實很難表演一對兄妹的 除非你加一句阿哥 很快地交代 如果他不是你的重點 我都覺得現在你的表演是足夠 我覺得不需要再加重的 我想問一下朱凱瑩 你為什麼會選擇《分愛情》這個題材? 其實我剛才聽了家琪說 我都覺得有點遲 《分愛情》好像在這個片段 其實也不重要 不是核心來的 因為我一開始被劇本的朋友看的時候 他們就聊 他們都可能會問我 究竟為什麼這個女生 會被這個男人吸引呢? 或者他們之間是怎樣認識的呢?等等的東西 他們會這樣問 後來他們 很多時候他們過了一段時間都會 打給我 就說 其實在這個故事裡面好像不重要 當初為什麼會選擇一個這樣的東西? 剛才說過了承諾 關於一個承諾 或者關於一個想像的東西 我就是覺得 在一個這樣的情況下 最好表達到我表達的情面的東西 就是關於一些承諾破滅之後 究竟你是想繼續怎樣去追求安全感? 那個安全感究竟是你要怎樣做? 繼續下去糾纏還是怎樣? 剛好兩位都有說禁忌的 但其實剛好都不是你的影片的重點 就是一個巧合 就想問一下 其實也有一個剛好的巧合 就是兩位都有用了一些異象的東西 就是很明顯地兩個都很多水 然後珈其那個更靜點 有火 我想問一下 這些關於 我覺得是有一點風格上或者異象上的東西 你們是在創作哪個階段設定加入的? 還是你們一開始就從這個元素去想劇本呢? 其實這個問題也涉及一個 我一直都很想跟不同的導演去了解的東西 就是其實大家去 現在都拍了幾條短片 其實會不會歸納到一個創作模式出來呢? 就是大家先有一個意念出發 因為我都有編劇身份 又跟不同的導演合作 就是可能有些導演是 哇 我很想拍某個畫面 於是我就想一個長篇故事是關於那個畫面 有些可能就說 因為有一個get 因為吃了一個字 有一個片名我就要用那個故事 有些可能是立場或者想法出發 大家可不可以歸納到 包括這條短片 還有你一直以來 有沒有一個創作的模式是出來了呢? 家綺可以說一下嗎? 那我先說水和火那樣東西 這個就寫的時候已經有了 一定是這個故事的核心 那然後水那樣東西 也都是為何會抽出來拍 或者覺得這場是個核心 就是這場戲 因為它有一個很大的雨 也有一個很大的火 但是正常你會覺得 可以能夠認識那個火 但是其實就是不會認識的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 也是很能夠表現到那個故事本身的核心 然後另外一個 你說的就是說 究竟是怎樣 有一個合格的模式 嗯 如果你說《飛魚火》這個故事的話 其實都好像是有你剛才說的幾個例子 就是比如說 絕對是有些場口很想拍 就是可能很想拍放火 然後又可能會加入了 因為跟另外兩個編劇一起寫的 寫的過程就會 可能我爆一句說 我很想寫一個有個中火的人 經常都很想去見一個消防員 然後可能另一個人就會說 我想寫一對兄妹的他們的戀愛 然後慢慢這些東西 就是好像拼拼臭臭 然後就起了一個故事出來 就是我們那個寫作模式 是很奇怪的 但我覺得也是很適合這一個劇本 或者這一種短片的 就是可能我們是會接錄這樣寫的 就是 總之就是會問對方 你覺得這樣可以嗎 可以的就寫 不可以的就不寫 但是也不會去處理太多 前問後理那些東西先的 那就一路寫寫寫寫寫 寫完之後才看回 我可以嗎 誰是否可以這樣去做 但是當然 我想這個是很特別的 這一次的創作 就是這樣 但是 你說以往那些創作 如果你說我自己本身 就 因為我都會跟其他編劇合作 那 多數都是對於故事本身 已經覺得 可以很多視頻上的事情可以做 那就已經會很有興趣 然後多數都是看完劇本之後 再去想一下會有什麼方法 令到 對 就是會在視頻上 或者甚至乎在一個地點上 就是我覺得 看到一個地點 我覺得很想加一個長口 就會跟編劇談 你覺得有沒有可能 用這個地點加長感的戲 其實都會幫到我的故事 但是 其實可能是我純粹看到那個地方 就會說很想拍一場戲 如果說想拍的話 我會覺得 手指玩火那裡是很想拍的 我以為你最想拍的會是那一場 其實那一場都想拍的 就是 那個 其實我想可能是 我寫的 因為是2019年寫的 所以當時是沒有酒精初手藝的 但是其實那樣東西是你可以 在家裡用酒精初手藝 但是千萬不要試啊 大家 就是用酒精初手藝可以做到的效果 其實那一個 是的 之前我和你談過一下 你說 我本身在身上那些 都疑似精液的物體 是有防火的 是嗎 就是 整個想法就是 怎樣構成出來 那個 那個 那是技術的做法 但是那個想法就是 就是想他在他身體裡 玩那個精液的時候 那樣東西都可以有一個很奇妙的 有一個火的東西 其實那一部分 整個 就是表現上 你會覺得 大家都有很多人問 那是什麼 或者為什麼可以做到的 那就是 上一組 他就做到了 就是這樣 然後 然後 那一場也很想拍 因為那一場 我記得很早期 已經構思到 有一場戲會是這樣的 就是 那也是 就開始想 如何可以串連一些東西 令到那場戲成立的 這樣 是的 了解 那 問一下朱凱瑩 因為我有跟你 叫做是 夾過一下劇本 那我也相信你 不像家琦那種方法 就是沒有這麼拼盤式的 對我了解 你可不可以 講到自己 大概有沒有一個 創作的模式 或者 關於這個火 或者 或者 你那個沒有火 落雨那個元素 是什麼時候 加下去的 或者 如果你說紅棗二米的話 你是什麼時候覺得要加這些 譬如糖水 或者粥的材料 這個元素 整個思維模式是怎樣的 我通常會有一個很困難的 一個故事線 就是覺得 其實那個故事線 可能又未必關 那個 對故事不是很重要 總之他又要做些事情 但是 我通常都是 一定要是 那樣東西是 自己很想去 表達的 就是 那樣東西 甚至我也不知道 那樣東西是什麼 我是一個摸索的狀態 但是我覺得 應該是那個方向 慢慢去做 那時候就會放大很多 自己對那樣東西的 感情 譬如 那首歌 甚至現在的片名 就是那首歌的歌詞 《不著行跡》 就是那時候 我回來香港的時候 我聽到我媽媽 突然間播這首歌 那樣 非常人的 不聽 然後從這首歌 我就慢慢去想 想回這個故事出來 那關於水那裡 其實很早已經有 基本上可能第一個畫面 在路上就是那場戲 水那場戲 我覺得一定要有那些 那些 雨撥 就是那些 躺著躺著躺著 我在路上有那個感覺 所以我就一定要有水 才可以做到這場戲 後來覺得 水也是一種痕跡的東西 然後 所以就用了水 因為我覺得 因為我覺得 最後那個結束 那一場 就是本來我知道 劇本不是結束 對 劇本不是結束 因為外面下大雨 然後她又困住了一個 很狹窄的車廂裡面 然後她 決定走出去 你會覺得 那個女主角的決定很重要 因為 一個是很不應該 離開的環境下 她去離開 所以我覺得 你這個劇本上的調動 就是在你剪接的時候 選擇 應該 那其實那個結束 也是很 決定到一個短片 其實你的說話是什麼 所以 都想接著去問一下大家 其實那個結束 就是家琦那一條 就是 女主角 疑似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正常看鏡頭 但是她本身看著 那個被水淋也不認識的火 然後女生轉過來 我想問一下 這個 你決定用這個結束的時候 是很早決定 還是剪接才決定 這個很早決定 就是 我想 劇本是這樣 然後 到拍攝的時候 都覺得一定是這個結束 所以那個就沒有變 剪的時候 已經把那個結束放到最後 才可以組成前面 那些東西 甚至乎 其實那個尾 接那個音樂 即是馬上 那麼深刻 去黑色 然後出音樂 這些都是我想 在計劃怎麼拍的時候 已經想好了 心思 我那個音樂 好像是 有了那個音樂 先的 不過 我有幾個音樂 選擇的 然後就選了這個 放下去 所以那個 那樣東西 就是 剪接 不是 很早 一開始已經決定了要這樣做 那不如阿珠說一下 你決定 就是調動和劇本 這個剪法 是有什麼原因 其實我剪了很多 就是覺得拍攝的時候 可能還未拍 就是拍壞了 我覺得 那本身應該是 就是現在最後的場景 是放在前一點的 然後 應該是 家裡的場景 就是推 那個鏡頭 那樣的 那 就是我去台灣剪的 那時候 剪的時候 這樣就 剪了一個版本 是跟著我劇本 那件事 很完整的 打算交的 但是 覺得 就是交去做 post production 但是 前一晚 我回到我的MFA同學 聊的時候 他就 突然說 其實這個版本都可以的 不過 你會不會 不知道哪位老師以前說過 剪接是可以打 打吊從來的 那樣的 你會不會嘗試一下 再來一個 這樣 那我突然間就覺得 好 反正都有一個在底 那不如我打吊從來 那我 我無所謂 我當它是紀錄片那樣剪 就是 有些片段 好像紀錄片那樣 再抽過自己 再排過順序 那慢慢排排 就排了現在這個順序出來 那我 再看回 我覺得 就是 好過前面那個很多 然後 就覺得 可能這個都是 某一個巧合的安排 就是前面那個 那個 那個序事 其實那個女生 都幾流亂的 雖然她走了 但是她有一種流亂 但是 現在擺這個結尾 就會覺得 她是想過度過 然後 一下子很狠地去決定她自己的未來 或者決定她自己的命運 那我覺得 在我們的心態上 都可能 其實是由創作的時候 由本身前面那個心態 慢慢去成長到 現在這個版本的心態 你很有趣 你有說過 這個是紀錄片剪法 之後呢 我聽回你上次說 紅組那一條 你說是紀錄片拍法 所以 其實大家那個思維 可能都會因為你做過不同崗位 就是知道 有剪過一些紀錄片 其實會影響你去怎樣處理 做導演的時候 你怎樣處理 我覺得很驚訝 家琦其實是做了很多不同的崗位 好像見到白沙堆你做攝影 然後幫人剪片 然後你自己有夾的編劇 又會跟他們很多不同的合作 所以想接著下去 就是聊一下班底這件事的 就是見到家琦很多次都是楊良全合作 或者是李駿石那些都很緊密合作 甚至就好像試過co-direct 那樣 就是你是怎樣去分工 或者是 就是班底這件事對你來說 是什麼呢 嗯 重要的 就是我覺得 就是找到正確的人 就拿著他們 不放手了 嗯 嗯 嗯 那個co-direct 那個其實很早 那時候 就是飛魚飛馬列其實在說 那時候 那時候 大家都 我都不懂 大家分鏡 什麼都不懂 所以那次那個經驗 那個co-direct的經驗 我已經都不太記得是怎樣 我想好像是 我都會負責處理一些比較 就是我會選擇位置 或者會決定要怎樣 然後他就可能是負責 就是撿一些對白 就是譬如去到現場拍攝的時候 他會真的可能對著劇本 會有這些對白 可能會留了一句 或者就是會執著 可能那個位置又覺得這樣說 會奇怪 那他就會去指導演員 可能你剪一句 或者你試一下可以這樣說 那他就會去做一些 就是當時我記得我們那個co-direct的方法 就是這樣做的 然後 然後 對 跟他們那個合作 因為都很舒服的 跟他們合作 那 譬如編劇上 兩全其實他都很肯 因為我有時候都很怕 就是可能要去改某些東西 或者是甚至去到拍攝的時候 才改 我知道這些是有些位置是不開 就是有些編劇會覺得 就是有些編劇會覺得 你為什麼剪了我的對白 或者你為什麼改了那些東西 那都去開放的 就是又不會說立刻起了降 那沒有的 那如果不是拍攝的時候才決定的呢 那我都一定會跟他聊 就是譬如野小子這樣 其實可能那個劇本拍攝之前 就是甚至乎一開始 那個劇本的構思都不是一個駱駝來的 那也是我們可能一起 一早收集 看看有什麼地方適合拍的時候 看到說 咦 在這個大陸北面 原來有駱駝的 那其實駱駝 配到這個故事裡 都可以做的 那於是 可以是改動到這麼大的 就是那個範圍 就是我想跟他聊的時候 只要可以聊 他又覺得不是完全 就是不理喇家 或者覺得 嘩 為什麼改到 就是 總之他都覺得 他都有他的堅持 但是他那個堅持 就不是說 你總之一隻字都不能動我 那樣 那樣都很重要的 我覺得這件事 之前跟你聊 你有說過 《飛與火》 它是有對白的 本身 你全部對白都刺激了 他有沒有什麼意見 你作為編劇 應該會有些意見 那樣 我想他們都 他們有看過 那些第一剪 應該這麼說 我什麼時候決定 不要那些對白 不是剪的時候決定 是跟演員拍攝的時候 已經決定說 覺得真的不需要 就是大家開始 明白那個故事 或者大家開始 看到那個位置 看到製作的時候 是有些什麼 有些什麼 視覺上的元素 然後 開始抓到那個故事 那個感覺的時候 那些演員都會主動跟我說 其實那些對白 會不會都不用 可能他們覺得 這樣說出來 都好像很奇怪 他們都感覺到不需要的時候 那我都 當然很樂意配合 就是我都其實覺得 那些對白 其實是真的要在那裡 才需要在那裡 不需要在那裡 的對白 真的不需要在那裡 那他們都沒有 沒有 他們這次沒有什麼 說什麼 那我覺得最重要 都是那個故事 出來的效果先 所以結果就是 都交代到 本身那些對白 想說的話 他們就不會很在意 沒有了對白 嗯 因為家綺就是 我覺得 比較可以拍攝其他人 劇本的導演 但是張開營 好像偏向 真是偏向導演 那我想問一下 阿朱你是怎樣看 班底這些東西 或者你有沒有一些固定 就是合作的 可能無論是前中後期的 朋友仔 有的 我暫時 好像後期 就是兩條片 都是同 不是 聲音那方面也是 還有一些 認識了很久的朋友 就會比較想 他們會幫我做 不過 但是今次 都有一些 新的嘗試 就是換了一些 因為沒有辦法 我本身都想 找我之前的 就是幫我拍的人 但是他沒有疫情 來不到香港 這樣 那 聲音也是找回 周鎮 就是台灣周鎮 然後 色彩色彩色 就是我以前 AFA的同學生 都是台灣的 那 那 我反而 劇本寫的時候 那個 叫做 工作人員 就是我自己寫的 但是我都要經常跟別人 去問 去聽聽他們的說法 或者他們會不會 去 怎樣 給我一些想法 那我會有一個 那 然後那些 朋友仔 都是一直 可能很早期 已經會跟我 聊劇本 聊故事的一些人 那些我都會覺得 都是班底的一種 那你會不會 或者有些 是什麼 質地的演員也好 或者是 和你合作呢 就是你會是想 就是好像之前 跟你有聊過一下 就是你會想 演員的方面也好 或者是你班底 有沒有一些 一些例子是他們 可以幫到你 在這次 有 有 我和你講過 就是我慢慢透過這次的 拍攝 我發覺 我更加了解到 我自己需要什麼 的人去合作 我覺得我是 極度需要 有深的交流 我剛才說過 深的交流 我會這樣形容 是深的交流 因為 我之前都很疑惑 就是我和一些人合作的時候 我會覺得 很厲害 我真的覺得 有這樣的想法 我跟很多人說 會不會這個是 人家的能力 而不是我的能力 會有一些 覺得好像 懷疑 懷疑自己 但經過這次之後 就覺得 這件事又不是這樣的 我會覺得 導演選擇了那個人 來幫自己 或者你合作的時候 你已經是選擇了他的能力 就是你選擇了他的能力 選擇這個能力 其實也是你的能力 所以就覺得 我開始知道自己要選擇什麼 就是 他會為我帶來更多可能性的人 甚至他比我更加想做好這件事的人 你說給我一個例子 例如我舉了兩個例子 這次後期 我也覺得很感動的 就是 你知道我最後一場是有 Tesla 車的 Tesla 車的東西 原來那個聲音 是跟我們平時不同的牌子 我都不知道這些東西 一定是做聲音的才知道 已經勾了我的能力 他突然就會跟我說 我問朋友借了一副Tesla 明天幫你錄那個聲音 那我就覺得 哇 真的很好 這件事 就是覺得 他會提供了這些東西 去提升你的作品 那我調色的朋友 也去了 調色的朋友 我們本身調了兩三天 已經有一個 覺得是可以繼續去Final的一個 這個版本的 那一晚我突然收到他的訊息 他就說 你明天不要來了 那我就說 什麼事啊 明天不要來了 他說 你多給我兩天時間 他說他覺得 應該有一個 他想給我一個可能性 我選擇 他覺得應該有多一個可能性 比我們現在這個 那我就說 好啊 那我兩天之後再來 那我兩天之後再去 我就覺得 是啊 是這個 我很欣賞這種 做事的感覺 就是 大家不是說 導演可以了 那我可以了 我就可以了 過了就算了 而是他會不斷不斷去想 有沒有一些東西 是可以 提供給你更加好 你可以選擇 或者去想 可能利用我的腦 想多些 會不會你想要多些這些東西呢 那我會覺得 這個感覺 這個交流的感覺很好 是 我想這件事情其實挺看導演性的 我知道有些導演是 他們想了一些東西是不能改的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我想了 我這個都想知道 究竟 好像 佳琪你那個可變性是多高呢 就是你想劇本到現場的安排 那演員的進入 或者是其他團隊的進入 你那個可變性大不大? 如果你說就這次這個拍攝 我覺得那個可變性 就已經不是發生在現場的了 就是事前已經聊 因為實在太多 首先資源有限 所以又知道放火下雨這些不便宜 所以你到現場才去決定 才再喊 就真的不行了 所以已經一定知道這件事情 所以沒有我事前 聊很多 和會重演很多 尤其是和攝影 就是阿廷的那個 聊是不停聊 不停聊 看見面就聊 一定要聊到 知道發生什麼事 我已經知道 他和我是同一頁的了 就是已經是大家同一個線 大家去到現場 可能都是fine tune 一些很微小的事情 但大方向基本上 都已經定了 然後你說的可變性有多大 這個真的好看 在拍攝什麼 和當時現場還有沒有機會 可以給我可變 即是如果可變 即是如果要試很多東西 或者到現場再試 再想再度 是會犧牲了 你就不用拍下一場了 你不會有錢 或者不會有時間拍下一場 那就不變那麼多 就決定站硬一點 就是這樣 因為可能大家都在等 一個final decision的時候 那就不變了 就決定了這樣就這樣 因為之前那些 談了那麼久 就是為了這一刻 可以有這個終極的決定 但是如果 在一些 有很多空間 或者去 當然會想 其實在現場 都可以再微調 我覺得那樣 準備得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為了 你在現場 你有那個膽識 或者有那個 機會去變一些東西 但是這件事是因為 你事前已經可能 有很多很多東西準備好了 你才有那個 才可以放膽在現場 去有些東西變的時候 反而是這樣 你反而是因為 已經有一塊東西 是決定了 所以你在現場可以 想一些東西去變化 但是如果你沒有想到 那塊東西 至少我 我在現場就不會亂 改一些什麼事情 因為會覺得 糟了不知道會怎樣的 因為我都是 我是一個很現場恐懼的人 我是很擔心 我會手機 然後我會害羞 然後我會躲起來 所以我都是一樣 我事前會準備得好些 起碼要知道自己要什麼 去到現場才知道自己不要什麼 而且不會讓其他人 不知道去哪 所以我覺得 事前準備很重要 但是我感覺到 好像 朱海瑩可能你是偏向憑感覺 多一點的人 因為我聽到 你紅組的訪問 有說過 其實你的分鏡是在現場才想 而且你的景是剛剛看到的 就是你可能是 不知道那個景是什麼 我覺得你這樣 是不是你相對沒有這麼 就是 好計劃 應該說你是憑感覺的導演 是不是 我自己都 其實我也不知道 我沒有去想過 就是 我也有準備好 不是沒有準備好 上次紅組換景 是因為 本身已經在那個景點 定好分鏡 但是 殊不知 換了第二個景 就是那個分鏡 更好 在這樣的情況下 做 我覺得有好計劃的 但是 我很接受那些東西完全不同 或者是 不需要 有某個一定要有的東西 就是 那樣東西已經是 我不知道怎麼說 可以很自然地 就產生到 不需要一定要跟著我 每一樣東西 就是一定要這樣 那我那個 有多大的 是 這件事 可能我也覺得 關了一點 你做過的 騙子 就是 你是很可以看著 事情發生的 在那裡 是 其實我很喜歡看著 事情發生 甚至它不是 跟著我的本意 去發生 我比較 我還喜歡的 其實 因為我經常覺得 那些東西才會更加 上次應亮導演 有說過 這是神之心漏 就是 神突然之間做出來的 那樣東西 那樣東西 可能就是最好的 OK 這個是導演或者創作角度 但是 如果 可能這件事要問你製片 才知道 會不會很 就是在製作方面 會不會有很多 就是你去到現場 或者是一些 接受改變的時候 你在做這條 片的時候 其實有沒有製作上的問題 或者拍攝困難 就是 你要下雨 然後 預算應該也不太大 那 想問一下你 關於製作方面的事情 你拍攝了幾天 還有 有沒有一些 關於下雨之類的 製作困難 這樣 有沒有 就是 下雨那個 反而我覺得下雨那場 最輕鬆的 就是 因為 最清楚 因為下雨那場 反而沒有什麼改動 就是沒有什麼 好 有什麼 很 亂來的東西 沒有 就是那些鏡頭 那些 定好 就是因為知道下雨 那樣東西 不能搞 不知道多一小時 多很多田 搞不定 所以那個是 很定好 所以 沒有流 還要有 挺滑 的那個 那個場 這個拍了多少天 總共的 好像是三天 還是四天 三天 但是有一天是很長 拍了整二十個小時 所以 如果你分開是四天 但是總共是三天 OK 那 嘉琪 製作上有沒有什麼困難 困難 其實我們拍了兩天 但是 根本就是四天 我覺得 甚至是五天 就是我們 不知道 多過二十四小時 很瘋 我要道歉 現在趁這裡 就是 那種 那種 明知都不行 都要做 因為沒有辦法 太貴了 水和火很貴 拍的時候 而且我們很不幸的 我們真的不知為何 我不是特意 真的選了 最冷的兩天 就是香港有多好 會這麼冷 那時候已經 我拍了 我沒有事 12月 香港不會很冷 下雨沒有問題 濕身要演員 只穿著肉體褲 沒有問題 因為香港最多 冬天都是 冷的一兩天 誰知我們最冷的兩天 還要是在元朗下巴黎 是冷到 我覺得 比歐洲拍戲更冷 是很冷 接著是 然後演員 還要 濕身 然後 Shorto 我們已經 我為了這件事很苦惱 因為很冷 可能真的會拍不到 而且 團隊都會很冷 所以這件事 反而是 竟然在香港拍戲 要擔心太冷 這個 我真的聽到 都沒聽過 其實我自己就 是 然後 拍了 那兩天 還要是那兩天 不是連著的 我們不知道12月尾拍了一天 1月中拍了一天 想著 12月尾那天很冷 都覺得1月中 不會又冷 見到 升回20度 已經去回 我怎知道 那天又跌回那些 即是10度 我不知道 在元朗如果市區都10度 下巴黎 應該只有幾度 這樣 是那個冷 加上那些雨 濕 然後 是他最拿命的 我覺得 我覺得 真的挺驚訝的 竟然野小子 和 楊那個 是否冰島 都很冷 沒有啊 因為那些你會覺得 你去到那些會下雪的地方 你就知道 我要拍攝到 很熱 要拍攝很多東西 但在香港我真的會覺得 有多冷 是不是 可以有多冷 誰知道那兩天真的不知道 香港很大風 我記得那時候是大風到 那些魚 最好笑就是 我們跟下雨的人聊的時候 他們還問我 你是不是要打風那隻 我們還可以幫你 預約那些風扇 可以吹到 變成打風 然後我覺得 就不用了 我們首先因為沒有這個錢 其實也不需要的 劇情上不是打風的 怎知道我還記得 拍攝那天 大風到那些魚是看不到的 即是 這樣 飛到 橫飛 那些魚 這麼大風 那就是 都沒有想過 那些天氣 這麼差 不是差 就是這麼冷 在香港拍機 其實你那條片的演員 都挺辛苦 因為我記得也有情慾東西 又有濕帶 又冷 想問一下兩位 跟演員的合作上面 就是你們會 這次是不是第一次 跟現在這些演員合作 還有 看到 可能大家選擇 演員也有些 是會不會 特別推薦 一些演員素質的 演員素質的 演員素質的 一些導演 想問一下大家 關於演員的合作 要不是 阿朱說 嗯 我也在摸索中 老實說 就是在摸索中 自己適合 什麼演員 或者什麼演員 適合做的事情 慢慢在摸索中 我暫時會覺得是 她要有自己存在性 她基本上不能太脫離她自己的身份 她不是以一個另外完全完全 怎麼說呢 她完全是離開她本身的人的人 她自己本身在這個故事裡面 已經有很大的存在感 她自己已經很有能力去主導一些事情 而不是我 永遠都是我叫她做什麼 我叫她要怎樣怎樣怎樣的事情 的人 的演員 所以她應該要用腦 就是用腦 用得很厲害的一個演員 我暫時覺得是這樣 以後可能會集中找這些演員 有些說法是說 如果好的演員 就是你 她會完全變成另一個人的 你認不到她的 但是你的取向就是 你想演員和你的角色 本身有很多重點 就是她本身有你的內涵 你想寫的內涵在裡面 所以你其實 我想 甚至她可以 可以帶到她的東西來這個故事 所以她可以改我的東西 可能我設定了她 她是一個做科技的人 可能很厲害 電腦科技的人 但是其實她不是 所以她來到這個劇本的時候 她就可以變成一個 是專門做騙子的人 電腦科技騙子的人 所以說到一些專有名詞 其實可能她就不會 可以是這樣的改化 這個我也覺得是紀錄片的思維 你找了一個目標 然後看看她是什麼 我覺得是這樣 可能我比較適合的人 我不是說其他不好 我覺得100個人有100個法門 有100個法門 但是我覺得 我偏向是這種 我會最舒服 或者令我最有信心去做一件事 那是珈其的取向 我看到好像Bobby那些 你們都是多次合作的 那有沒有一些什麼 測試的演員 你是會喜歡的 我想用腦這件事情 都很重要的 就是 剛才Johan說 他們要用很多很多腦 這件事情當然一定的 就是 因為不用腦的話 真的搞不定 真的搞不定 那 那 為什麼不用腦 其實不用腦 這件事不敢說 用不用腦 也不是的 比如有些人 你會問她 覺得劇本怎樣 我覺得已經知道他有沒有嘗試的了解 因為有些人可能是誠實 可能是我自己 很不喜歡的人進來 如果問他那個劇本怎樣 他又可能問我絕頭 或者他會說一些我好像不太看得懂 我會立即扣很多分 因為我會覺得 如果你作為演員 你是不是應該要嘗試明白呢 不論你明白錯了 或者你解錯了都不要緊 但是那個好像你已經放棄了的狀態 即是直接問我 其實我想說什麼 我會覺得 對,我是有這個贈願跟他們說 但是說之前都應該你自己想過一件事 才有得對話 否則我一直在說 而且我會覺得 可能選的演員 我想他們都要有一種 不知道用這個字 他們會有一種很離地的感覺 我覺得他們有一種 那個離地不是 是副影 我覺得是飄起的 你的演員 你不會覺得在現實中 有這個人 對,對,對 對,對 對,對 他們是有一種 所以離地是這個東西 不是那個離地 這個離地 這個離地 太好了 你用了飄這個字 對,我剛剛就是想說 就是這個東西 就是 因為跟故事的質地都一樣 因為那個故事本身都不是一個很寫實的東西 所以要去找一些 都感覺上 不會很容易遇到 就算這樣 當然其實可能服裝、美術都幫助很多 但是演員本身可能那個質地都要有這樣的東西 還有我覺得 有一件事都很重要 我現在在等一等到 就是 我覺得 因為我現場 一緊張或者很趕 很急 我就會說話 說到一塊塊 然後 我覺得很重要的就是 因為有些演員 是 如果說到一塊塊 他們就真的會 不知道我說什麼 接著會接收不到 就不做那件事 但是 我記得今次拍飛月火 他們已經冷到震了 然後我又說話 又震了 大家完全都接收不到 然後我記得 我又說了一堆東西 好像是連攝影都會覺得 你的演員 真的會明白 你剛才說什麼 真的很質疑 但是那個演員 會跟我說 你的意思是不是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你明白了 太好了 所以我覺得 有這種 可以聯繫到的東西 都很重要 嗯嗯嗯 但是 你剛才說話 談劇本那裡 上次我聽 阿朱你在紅祖二米的訪問 有說過 其實你跟演員 不一定是談劇本 你可能是譚天雪地 喝下午茶 你那種 是相處 跟演員相處的方法 你會不會 其實這個方法 我都覺得 經常都在冤枉別人的背景 就是關於紀錄片事 就是你是同一個類型 你是冤枉我 是 你會不會 就是你會不會很具體地 跟演員去講劇本的 一些前文後理也好 或者你表達的東西也好 就是他有一些過往的經歷 或者他的故事 我反而很想了解他的故事 是怎樣 是 他怎樣看這個故事 就是說 會花點時間去相處 是 那在現場 這個真的很明顯 就是對於我來說 就是有 很有 深度地有談過一些 或者相處過一些人 在合作方面 或者他拍攝的時候 是真的會明白一些的 或者他真的會知道我想要怎樣 但是如果可能他 怎麼說呢 就是我需要那些演員 其實他的範圍很大 就是有些可能是以舞台劇的本身 可能他自己習慣做一共演法 但是也不要緊的 只要他知道我想要這件事 他的範圍很廣闊 但是有些演員不是的 有些演員我們只有這種模式 如果我要我切換去另一模式 我覺得你那件事是錯的 或者你那件事可以不可以 或者我不接受 就完全拒絕 這個就是我最討厭 或者我最不喜歡 就是遇到這樣的演員 我就會覺得 即是怎樣呢 所以我喜歡演員的範圍可以很大 那些人 那我就會覺得 嗯 適合了 可以說到 或者明白到我做什麼 我覺得你這次的課程 都選得挺好的 就是爸爸媽媽很寫實 就是我很喜歡他們選裙 和整假髮的細節 就是你會覺得很生活化 就是好像你平時 就是好像紅組的電影 但是 吳凱欣就相對 他那段因為是虛幻少少的 就是會是 在車裡面會覺得 是沒有外面的戲那麼實的 那個拍法也好 或者你想表達的東西也好 所以我覺得 吳凱欣就相對 就是如果佳琦用語 就是比較利地 或者飄飄一點的一個 取態 所以我覺得 整體來說 這個角色都很好適合 就是在這裏 基於我 就常常都很喜歡 屈大家的創作的背景 或者是因為做過某個崗位 所以大家有這樣的取向 那我也很有興趣了解一下 一兩位的電影的學習 因為兩位都有去過金馬電影學院 然後又剛好有去過柏林園影展的新女影 也知道大家都在不同的地方都學過電影 那想問一下大家 就是對於這些電影的學習 有沒有一些意見 或者一些建議 可以給到先浪潮的參賽者 或者是一些短片拍攝者 阿珠可以先說 我先說 我看到鏡頭在你那邊 即是怎樣 第一個問題是 這些電影學習 或者你的養份 參加這些學院 或者新繞營 會不會推介給 即是先浪潮的參加者 或者是否有其他的推介 我自己就會的 因為我自己是這樣走過來的 所以我都會覺得 這個方向是好的 但是我同時也有聽 就是我金馬路老師 也有跟我說 不要相信這些工作方法 那些類的東西 所以我也提人 我自己喜歡 是因為我覺得 就是永遠留在一個地方去做事 你會覺得那個 突然間好像沒有什麼動力 會覺得 就像以前學彈琴這樣 一舞心情練琴的時候 那些老師就叫你 你去看一場演奏 或者你去看一些東西 看一些人拉東西 你看完之後 你會立即覺得 哇 充滿能量 覺得要起勁 那我參加這些學院 我都會有這種感覺 就是看到世界各地 比我們更差情況的 國家的電影人才 都好 但是他們都會很熱誠地去做一些事情的時候 你會覺得 為什麼別人都這樣 為什麼你不可以這樣 或者我們好像 整個世界的問題 我們在不同角落都在努力著 同樣的事情 我會覺得 參加這些 工作室 等工作室 可以得到最多 是 嗯 阿琪呢 電影的學生 電影學生 如果你說參加這些工作室 我想都是 最重要是去認識別人 我覺得很重要 認識別人 尤其是拍戲 你又可以認識到 來自世界各地不同的人 都很重要 譬如野小子 是因為我拍到 可以去到大陸那個地方拍戲 因為我那時候 今天學院認識了一個 都是在甘肅那邊的朋友 就去幫我弄完 那些 我覺得我沒有可能會做到的那些事情 所以 如果不是這樣 就好像有很多 事情 好像要聯繫 你才可以去做到一些事情 但是 我想主要 你說 我又不會說 不要太相信 我覺得你報 有就報 有得去就去 這些事情 因為其實主要是去確闊一下 很良 但是確闊一下自己的眼界 很重要 如果我平時去這些電影 我最享受的是 跟一些人吹嘴 就是聊很多事情 什麼都聊 甚至乎 我記得有去過那些 他們去到純粹不聊電影 什麼都聊 但是去到已經不想再聊電影 大家 平時已經太多有這些事情的討論 所以去到那些地方 就想放鬆一下 聊一下 完全不關拍攝的事情 純粹去認識一下 不同的人 這樣 不過這個是很重要的 做什麼都很重要 做什麼都很重要 好的 因為 大家都是拿了《先浪潮大獎》 然後又剛好 我發現 原來大家都是有了這個 學習電影的過程 所以我就會 你覺得是不是有關係的呢 就是 有一些小提示給一些拍攝者 是不是因為參加了 所以就很厲害 然後就贏了呢 所以就是 好奇大家 有沒有一些小提示 可以給到 《先浪潮大獎》的拍攝者 或者將會參加的 各位呢 很難吧 嘉琪 嘉琪說 沒有 我真的不敢說 是什麼提示 我真的有怕說錯話 就累了別人 沒有的 其實都是 嗯 啊 啊 保持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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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覺得最重要是這個 不是啊 因為是很容易 很頂的 可以一秒 就 跌入一個 回不回頭的 船窩 對 對 因為有時候會覺得 很難 很困難 就是 就是你從拍攝之前 要想怎樣拿一塊錢 到你拿了一塊錢 你就想 會不會這樣呢 會拍不到呢 就是一個不停很擔心 很擔憂 很痛苦 是啊 不停很抱怨 我記得我是 就是 我去台灣卡牌的時候 是 凌晨一兩點 然後 我看著他不斷調色 我跟他說 就是 你這麼努力幹什麼 無緣無故 都一兩點了 就是 你不要做什麼 就是為什麼這個人這麼認真 為我浪費一些時間 這樣 然後很好笑 然後他沒有被調 他是叫導演 不如我們下去 去聊一聊 那 那個晚上就是 那個調色師 不斷安慰我 所以我不明白那種 就是 就算你拍攝前後 中後 你都是覺得 突然間一秒就 你覺得 好像 自己不知道做什麼 很快 或者 不要再做了 做什麼 那種感覺 會跌入一個 是我懷疑的巡迷 完全沒有給我們提示 對 對 對 我們的提示就是 跌入這個漩渦 是完全不可以接受 而且很正常的 怎樣出回來 我也不知道 也不是 阿思覺得出不回來 不過 看一下 都 最重要 我不知道 沒有 回答不了 最重要是有些朋友在身邊 拉出去 你們完全不是在分享這個 參加提示 你們在分享怎樣 提示 對 對 對 都很重要 跟人聊 好 我們時間差不多 再問到最後一條問題 就是 麗派你們兩位導演最近忙些什麼 下一個作品 想著在哪裏拍 因為珈其之後 你很國際化 每條片都會 要是涉及一個完全不同的地位 要是 就算香港拍攝也有一些外地的演員會來 就是有沒有一些未來的計劃 兩位都可以分別回答一下 對 對 未來的計劃 沒有 都是專注看《飛月火》這個長片 會不會有人有興趣 想投資下去拍 都是一直在專注 但是都同時間其實很想拍一些 因為我想是寫完一個長劇本之後 或者完成了一件事之後 通常就會很想 譬如我一直都很想拍一些很experimental 我完全不需要再想過故事 不需要想過你這個人物純粹的靚 很想拍這些 所以一直都在構思 但其實都要構思 好像說到很隨便 就是 在構思一些這樣的事情 還有 也有保護一些短片的錢 就算現在想拍長片的 其實我覺得 因為長片你永遠不知道什麼時候才可以拍的 可能是一個很長的等待 那在等待的時候有什麼要做呢 那你要保護自己的腦子動 還有要有事情做 那就唯有去報短片 或者去試拍一些 剛才說的純粹的靚的影片 那現在都是在做這些 期待《飛月火》的長片 是非常好 那朱海瑩呢? 我也是一樣 都是一些短片 有些在寫短片去報一些資訊 都是看能不能拿到就拍短片 另外就是 有一個 場面計劃 其實應該要 它很自由的 它可以給我任寫的 但我就要想想 我想拍什麼 所以我想 那未來一年左右 都是集中寫劇本比較多 就看看 投了那些短片 有沒有一些 返回回來 那些人就會拍的 那你也是 比較喜歡做回劇情片 會不會說 之後都想做一下紀錄片 想啊 但是紀錄片真的 要找到 很想拍 而且你要花很多時間去跟 那要看看哪些 去到那個地方 都要看完就不知道了 有可能無緣無故就拍 或者遠都不會拍的 跟你的創作的概念一樣 你也是比較 由你想冤枉我 冤枉我 我覺得你是比較自由的人 你未必很計劃了 我今天一定要拍紀錄片 我明天一定要寫劇本 其實我很想的 真的很想的 甚至說如果這個世界最新落 可能是紀錄片獎 可能是最理想的一件事 但是 不知道 很多事情都沒有計劃 封其自然 也好看 有些很理想的東西 就好像珈其這樣說 可能她想拍一些 完全不是故事的 純粹漂亮的一些東西 但是不是那麼容易可以 有機會拍純粹漂亮的 很多時候這個世界 可能是比較支持劇情片 對不起 比較支持劇情片 那就會變成 可能大家的創作就會 沒有那麼多其他 不同方的機會 對 嗯 很期待大家 下一個作品 每一次都會說這句 好吧 時間差不多了 好 大家說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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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